今天是周二上班上课日 更多的天气资讯 我们要请教气象主播姝睿 姝睿早安 姝睿早安 姝睿其实我昨天就有听您的 就带这个雨伞出门 结果到了下午真的就下雨了 那今天要提醒观众朋友 出门前要准备些什么呢 好还好一轮昨天没有临到雨 不然可能朝凉哈处打喷嚏就不好了 那么今天我会建议大家 还是可以把雨伞背在身上 没有下雨的时候呢 可以遮遮阳光 下雨的时候当然 就不会凌晨落汤鸡了 因为今天各地水气还是偏多 主要是因为我们在滞留封面 跟低压的一个中间 所以还是在一个低压的范围之内 当然今天水气偏多之外呢 北边有一点点微弱东北风 南边又有偏南风 所以今天各地云量是比较偏多的 云一多当然就会有一些降雨的机会了 我们就来看到 今天在东半部地区 会有一些不定时的降雨之外 包含从上午开始 中南部的平地也会有一些零星 或者是偶震雨发生 不过主要的降雨果然还是在午后 受到热力之后影响 会有比较强的对流 尤其是在大台北地区山区的部分 雨势可能会比较明显一点 那么另外还要看 可能还有些平地也会受到一些影响 这有一些地方也许可能会一路下到晚上 这个才会慢慢的消化完毕 不过接下来到礼拜三的天气 跟今天也类似一样 吹偏南风水气也变多 可是礼拜四开始呢 第一道梅雨封面就要接近了 各地天气会变得比较不稳定 会有局部的雷震雨 而到礼拜五的时候 这道封面就会挂在我们台湾上空 到时候呢水气又会更多 而且看起来这道梅雨封面 它滞留的时间很长 大概三到四天 一路影响到我们至少下周一的时间 在这段时间要特别注意到 可能会有一些剧烈的天气出现 比如说短时间的强江雨 或者是雷击闪电等等 大家一定要严防致灾性的大雨出现了 而且这也代表我们从下半周开始 要真正入梅 很多人在这段时间都会听到 梅雨季梅雨季空梅 或是入梅的条件到底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主要呢最关键的就是这个西南季风 这个西南季风 它是大尺度的大气环流 从赤道一路经过印度洋 台湾到中太平洋 而且它的特性就是 又暖又湿又不稳定 而当它碰到东北风的时候 就会在我们台湾附近 形成一个滞留风的结构 所以看起来 即将影响我们的这道封面 它确实有滞留的现象出现 所以代表说我们下半周 真的也要开始进入梅雨季了 至于温度方面来看到 今明两天 各地温度都会在30度上下 但是因为水气偏多的关系 所以感受是还蛮闷热的 那么最后就来看一下 今天各地的天气状况 北部地区今天低温在22到23度 高温在28到30度 中部地区低温在21到23度 高温在28到31度 南部地区低温在22到25度 高温在29到32度 宜兰在21到29度 东半部地区花莲台东 在22到28度 马祖18到21度 那么金门 澎湖在21到27度 今天各地云量偏多 同样还是会有一些降雨的机会 建议大家还是可以把伞 背在身上比较保险 这是这一节最新气象吧 时间这样给一轮